近期 黑龙江的小麦 河南内黄的枣树花生 重庆的水稻都迎来了收获 这两天 黑龙江省黑河16.2万亩小麦开连收割 在矿山村的麦田上 农民驾驶着最新的联合收割机开展作业 300亩更地一天就能收割完毕 现在车跟以前车可不一样了 现在车像那个驾驶里头的封闭度 空调 暖风 包括粮藏 满月满都有报警系统 能看清粮藏里头满没满 上不上粮都能看平板的 在河南省内黄县 5万多亩沙土地种植的枣树花生陆续成熟 花生果实颗粒小且埋在地下 人工收获 作业难度大 花生收获机可以将花生从土地中连根拔起 分减去土一次完成 又干净又节省人工 重庆荣昌区的水稻也迎来收获 这段时间 荣龙镇这家粮油公司三台大型烘干设备不停运转 精准地把稻谷水分降至14%以下 达到储存条件 一个风干机就有三十七八的一部纸 它就在十二个小时就把它风干了 风干了就可以入床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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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